经常接RPG的人都知道 RPG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反坦克武器 能发射各种超口径弹药 最精简的RPG-7 是前苏联在60年代开始研制的 造价低廉 操作简单 火力强大 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现在还在使用 更让你想不到的是 美国在2015年还山寨了一款RPG 你没听错 连美国都在搞山寨 不得不说RPG得有多经典 美国的山寨版叫PSRL-1 和苏联的RPG原版一模一样 不同的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加装了六条皮卡廷尼导轨 可以随时添加不同的配件 还采用新型材料 使它的重量更轻 这款美国改进后的RPG 被大量送到了乌克兰战场 今天的测试很简单 测试RPG发射时的威力到底有多强 如果打在身上会是什么场面 因为很多人对RPG的误解很深 认为这就是一款坚扛小炮 没啥威力 精大的还能把炮弹接住 电影《黑鹰退落》里 一发RPG穿过汽车炮弹 留在了士兵的体内 这种情况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这个测试员和人体是1比1的 待会用RPG直接向测试员发射 看看会发生什么 比较尴尬 RPG对于新手来说不是很友好 很难瞄准目标 这一发就打在了下面的铁土上 那就再来一次 再次的打偏了 炮弹从下面的铁土穿过 而且没有爆炸 最后一次看能不能打中 看下慢动作镜头 炮弹从测试员的肚子位置 直接穿了过去 测试小哥都没反应过来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看一下测试小哥的情况 肚子被穿透 脊柱也被打断 就这个情况 你觉得活下去的希望大吗 其实大家不要被电影误导了 RPG的威力是相当可怕的 发射火箭弹的时候 首先由无后座力发射药 将火箭弹射出发射筒 并开始飞行 当火箭弹飞行一段距离后 单体后部的火箭增程发动机起步 新提供的推力可以使火箭弹加速飞行 RPG的航口出速176.8米每秒 火箭弹飞行速度294米每秒 相当于时速1058公里 0.86马克 就这个速度 你觉得能扛得住吗 撬 الح银 接下来 皮膜 6下背 姑娘 火箭弹 这是 用 钱 太